为了让民众到淡水渔轮码头 也能够品尝到秋冬限定万里蟹 淡水渔十二楼渔场海鲜宴会广场 是推出了淡水肥蟹宴 让民众到淡水渔轮码头 也能够品尝到当季最鲜美的海蟹料理 每当东北季风开始 就是台湾北部地区各鱼虾蟹类肥美的时候 更是品尝万里蟹最佳的季节 而为了让民众到淡水渔轮码头 也能够品尝到秋冬的限定万里蟹 淡水渔市二楼渔场餐厅 宴会广场推出了淡水肥蟹宴 让民众来到淡水渔轮码头 也能够尝到当季最鲜美的海蟹料理 部分的话也自己开了一个餐厅 就叫渔场餐厅 那民众一般民众的话可以就近来淡水 因为淡水的鱼蟹很多很肥美 秋天尤其是秋天 在这个鱼蟹餐厅可以品尝到渔会自己经营的餐厅 而且是品质保证 挂保证 渔会表示为了要民众能够就近品尝万里蟹 由渔会经营的淡水渔市二楼 渔场海鲜宴会广场 淡水渔会特别推出了冬季鱼食季节 螃蟹肥了鲜鱼鲜蟹推广活动 万里蟹透抽五鱼等当季海鲜特色餐厅澎湃上桌 让淡水居民不用跑到万里就可以去到万里蟹 万里蟹是产在西北渔场 西北渔场就是我们那个北海岸跟西部这边的海域 那基本上都是在淡水出海口外面 只是说淡水这边的渔船没有万里那边多 顾名万里啊 取一个万里蟹 那螃蟹的种类就是食巡花蟹还有三点蟹 那我们是一般在推广我们的螃蟹 让渔民的收入更好 那在餐厅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吃到跟外面一样 甚至比外面的餐厅更便宜的价格 渔会表示渔人码头是观光景点 也是海港传统渔业依然继续保留 而淡水渔会经营的渔场餐厅 平时不只是可以提供在地居民婚宴场所 更是给游客聚餐的好地点 还能够究竟采买第一手的现流渔货带回家 品尝鲜甜美味的万里蟹 满足民众以及当地居民的需求 记者许端一带去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